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奖牌数是104面 那么美国真的开始比较明显超过中国 中国在上一次是100面奖牌 那么美国110面 但是中国在上一次北京奥运会当中 他拿到51面金牌 美国拿到36面金牌 相对来讲 金牌数中国大幅超过了美国 但是美国这次拿到46面金牌 中国拿到38面金牌 所以美国真正奠定他的这个体坛的老大的地位 而在前10名的国家当中 大致上也都跟经济的实力 那么互相有个对称 那么这一次这当中 主办国英国拿到的是29面金牌 那么是在英国的部分 他是超越了这个俄罗斯 晋升到第三 而这当中亚洲的韩国 在这次南韩拿到13面金牌 8面银牌 7面铜牌 他这个以讲牌数 他变成第五名 亚洲国家当中 日本这次退居到第11 他是7面金牌 14面银牌 跟17面铜牌 那么亚洲国家只有 日本跟韩国能够列在榜上 而在前10面的国家当中 一次大概是从德国到华国到意大利 都是欧洲的大国 另外在往后来看 还有一家一个国家是匈牙利 匈牙利的这个国家 他人口只有993万人 但是他在这次奥运 整个拿到8面金牌 4面银牌 5面铜牌 那么这个国家的人口 比台湾少了很多 但是他拿到的奖牌数 在这次全世界 他名列第9名 这个第9是给台湾留下 非常深刻的印象 匈牙利这次靠着这个清廷 这个划船角力 田径他拿到一面金牌 那么大致上 这个小国家 能够在奥运比赛的项目当中 出类拔萃相对是难能可贵的 那荷兰的人口只有1644万人 但是他拿到6面金牌 6面银牌跟8面铜牌 那是仅次于日本之后排名第12 哈萨克也表现非常强劲 他是7面金牌 5面银牌 11面铜牌 这些国家我想人口不算多 但是都比台湾小 但他们在国际体坛上表现出类拔萃 这当中包括有4面金牌的北韩 同时有5面金牌的纽西兰 都是相对人口少的 人口只有284万人的亚买家 这次靠短跑拿到4面的金牌 所以如果说从奖牌背后的故事 其实背后值得探索 台湾这次总共拿到的是 一面银牌跟一面的铜牌 那么在全世界我们的顺位排名63 跟台湾排名一样 大致上有马来西亚 有印尼 那这个还有包括保加利亚 那全世界我大概稍微做一个统计 大致上拿到金牌 一面以上有54个国家 那后面55名以后 排名第55名是印度 印度有11亿7千万的人口 他这次拿到的是两面银牌跟四面铜牌 他是没有金牌的国家 他排名第55位 那一直往后也来排名的话 大致上能够拿到最少一面铜牌的国家 到塔吉克拿到一面铜牌 排名第79名 这个背后也是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百多个国家 在这一次体坛的竞赛当中 他没有拿到任何一面奖牌 没有拿到任何一面奖牌的 亚洲国家也非常的多 我们看到包括越南 柬埔寨 辽国到缅甸 还有菲律宾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这些国家没有拿到任何的奖牌 那大部分的非洲国家也没有奖牌 欧洲国家里面是 卢森堡没有拿到奖牌 奥地利也是没有任何一面奖牌 这个也是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 其实在这个全球排名当中 我们算是难能可贵 那香港这次靠自由车 拿到这个一面铜牌 另外新加坡靠桌球拿到两面铜牌 所以跟台湾差不多相关的地区 大致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在这个排名 另外我们看到在体育的项赛项目当中 韩国原来都是跆拳道的宗主国 所以他只要韩国出征 大致上都是金牌 但这一次在跆拳的项目 韩国只拿到一面金牌 一面银牌 所以相对来讲其他的势力开始崛起 而柔道是日本最强的项目 日本这次在柔道只拿到一面金牌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在跳水 它过去是全部都是金牌 这一次是八面金牌 因为有两面金牌被英国跟美国的选手给拿到了 同时我们看到 印尼过去是在鱼毛球 它完全可以完全称霸 但是这一次 印尼的鱼毛球是全部都名落身山 反而现在鱼毛球的项目被中国大陆所掌握 所以国际的体坛的强项 也开始出现比较大的逆转 英国在办完奥运之后 它整个全国的名气是大幅的升高 我们可以看到 在第一个 英国的经济 看起来是有显著的改善 英国在第一季的失业率是8.29 那么第二季是降到8% 那么包括失业人口从263万 现在降到260万 所以以一个国家在奥运的活动当中 它创造了非常多的传奇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是 英国如何办好这次奥运 从英国办奥运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知道台湾后面还有个四大运 要在台北市来举办 我们从英国来做一个借敬 英国是在这一次他们高喊 要恢复大不列颠的精神 当然英国现在的国力 跟原来的日不落大国是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英国把奥运办好了 我们看到在英国这次的奥运的整个 它的经费是93亿2500万英镑 大致上是上一次伦敦北京奥运的三分之一 那这个整个英国政府这次出资 59亿7500万 国家彩票21亿7500万英镑 地方政府是9亿2500万英镑 所以这个整个场馆的支出 大致上可以看得出来 英国是钱花在刀口上 同时它在这一次奥运的举办很多项目 它把很多的设备卖给下一次巴西主办国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奥运的背后 有非常多值得大家来作为台湾 以后在提议向事当中 我们借进参考的重要指标 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 对英国非常有研究 那么曾经担任过住英代表 也担任过外交部长 也担任过交通部长 简佑欣简部长 部长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另外一位是我们电影导演 王正范王导演 王导演好 各位观众好 我想我在网路上看到 我们王导演的文章 他对奥运有很多的期许 所以今天一起请我们王导演 来报告一下他的心得 那我们就先请我们简部长来看看 英国我相信这一次 从一开始到现在 从08年升这个北京奥运之后 他升奥成功 他发了四年时间 他系统是有备而来 这个有备而来 包括在这一次的开幕典礼 跟闭幕典礼的 英国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活动的造势 都让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 但场面不能跟北京的那个鸟巢 当时的那个张艺谋的导演 但是这个Daddy Bowie 这一次其实他也是卯足了全力 英国在办这一次奥运 你究竟观察 你觉得有哪一些 我们也留下很多的这个图片 就是英国在这个场馆 这个英国的大碗工 那他在这个场馆当中 其实他用尽了心思 所以先请布团来看 英国从这次举办奥运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有哪一些 是给台湾各界印象深刻 值得做我们省思的地方 我们请布团来谈一下 我想这次英国办奥运会的结果 如果比较起来的话 他本身就应该以办奥运会得金牌 意思他办的时代是真好 那么我们在看奥运的时候 我们有几个面向来看 一个是比赛跟场馆的面向 第二个就是因为办奥运 可以延伸其他的 他的优点和好处在哪里 从这两个角色来看 英国这次办得很成功 那如果讲说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唱衰了 不但是在世界 在英国本身很多唱衰 这次英国一定不会办成功 老百姓一定不会支持的 然后这个运动员一定很差的 一定得不到奖牌的 然后一定有非常多的 所谓恐怖分子 因为阿拉伯的事情 要到那里去报复要导弹 然后英国天气从来就不会好 又会下雨了 唱衰非常多 可是最近英国办完这几天 你看到所有的报纸 是一面唱好了 我觉得非常的了不起 了不起到什么程度 你看主持人之一 就是他伦敦的市市长 Boris Johnson 他现在在英国有个传说 他应该现在出来 去学英国当首相 而且名气 士气都非常高 表示说证明他是成功 所以他成功 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角度就从比赛本身来看 这次比赛办得非常的平和 而且非常的公平 而且整个安排程序非常好 所以他非常成功 那么他其实参观的人很多 比大家想象很多 他有740万人去看这个比赛 所以这个比赛看的人也很多 那740万人是场内 不要忘记外面还有48亿世界的人口在看着 所以换句话说 他这个比赛内外海内海外都非常的成功 那么这是他最大成功 那第二个你刚才谈到这个数字讲起 这个他花了这么多钱 其实有很多人讲说 这一定亏本 那一定不好 其实他一点都不亏 你只看到这个数字 并没有想到说 这一次为了这个转播权 他得了48.7英镑 这是游戏来最高的 然后加上他有非常多所谓赞助的会员等等 那么这些钱又加9亿多 实际上他收入这些钱 还没有包括其他的东西 他已经相当多 所以他整个经济面上考虑的非常周到 所以我常常看这个 第一个比赛是非常成功 经费的预算非常成功 更厉害的他后面有两道 第二道是什么 他是做整个社区都市更新全部开发 他所在的位置是英国 本来在伦敦最差的区域 英国200多年来的这些工业的发展 所有的废五金坏东西都在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等于已经是报废发挥的地方 发挥到什么程度 发挥到泥土都有堵 但是这个已经泥土都中堵了 在那个地方没有人居 也没有办法做作物的东西 他把这个土地非常珍贵的地方 在伦敦是东区重新把它发展起来 这个过程是非常的了不起 而且非常成功 第三个我们看不见 看不见最大在哪里 第一个是比赛 第二个是市区 第二个是整个英国全体的一个成绩 什么成绩 第一个他是把英国的形象全面的重新振作打起 我们透过电视上可以看到 你可以比较北京奥运跟伦敦奥运 他的开幕式跟B幕式 在伦敦你看到的 他是英国的文化 英国的科技 英国的时尚 英国的人才 你好像看一个音乐大响宴中 你完全经营在英国的文化当中 那令人是非常感动 三小时有十亿的人口一同时在看 他是非常成功 国家形象提升 信心的提升 英国人不是办总务 所以不是办总务 我只是不是来办活动 我本身是全世界第三名的奖牌得主 他29名金牌 他是小国 他人口不到6000万 他不是像美国 像印度 像中国 那么多人口 他居然会得第三名 所以金牌奖 对他们国民的士气影响是非常大 然后透过这个比赛 把他文化 把他这些科技 通通把他推出去了 而且创造很多就业机会 那么我只讲一个简单的例子 英国政府为了这一次的比赛 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去邀请很多人到英国去 将近有4000人左右 这4000人里面 后来产生 总共的英国的投资 总共的签了约来的钱是 140亿英镑 所以后面还有得看 所以你看从这三点看起来 体育是成功的 都市发展是更新 振作英国的精神 这跟英国的这个形象 也都是非常成功 另外一件衣服 第四件衣服 帅